小挫子徐芳 二次赶奔黄阳冠 这回他可住了一来 为什么呢 找皇上 事官重大呀 今天找不着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那怎么向元帅交代 不用等人家说话 干脆就抹脖子自杀 没脸活着 所以徐芳心情紧张 周身上下紧沉俐落 飘身心跳在院里 他一听啊 这院刚乱完 有人呢还喊呢 钱啊有没有 没有 后来都找了吗 找了没有 哦 小挫子明白 大概方才我把故事给救走了 他们发现了 这正找人呢 这是 干脆我先等会儿吧 想着这 他趴着一块石碑的后头 并洗名神 人在这等着 哎 也不知道是谁 在徐芳的身边背后 从他那小早乎脑袋拍了一巴掌 啪 把徐芳打得一碰 回头一看 一条黑影在他面前晃 没了 可把西方吓坏了 心说这是谁 这是 是庙里的人 不对 庙里的人要发现我就得下毒手 能跟我闹着玩吗 自己的人 也不对 长帽 金石英 珠穆英 花帽 那都是马上的将官 在部下没有这么快的身子 这谁 西方一拨了脑袋 一喝就闹滚了 该我死了快 不对 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 我得追一追 他起身 奔着黑影就追下去了 但是已经晚了 这条黑影是踪迹不见 究竟是谁 西方也不清楚 要一想管他呢 爱谁谁 我也得把黄身的下落探听出来 转身迎他二次回来 就将大殿之中又吵出又喊 西方趴到后窗户 点破窗帘 往屋看着 一吵这屋里头 名当蜡烛 照如伯照 郑公娘做这个高大的老道 这家伙长得可太凶了 要站起来的个儿 没有一丈也差不多 长得是肩宽背后 绑大腰圆 一吵这脸 从脑门到下 那有一尺半长 比那驴脸还长得一扎 翻脚的眉毛 一对蛤蜊眼往外鼓鼓着 大狮子鼻子翻鼻子头 黏鱼嘴厚嘴唇 在嘴角下扒烂着 面如瓦灰 喝下一股黄焦焦的胡须 两个大山丰的耳朵 头上戴着酒粮倒巾 身穿八卦仙衣 摇地水火自操 背后背着一对双剑 沿路凶蜂 面带杀气 在他面前呢 站着俩人 这俩人锤着手低着头 正在这儿挨训 西方界灯光一看 这俩人长得 哎呀更难看 好像亲哥俩一对双棒 那个儿比自己高不了多少 一对错胖子 长得都是无短的身材 背后也背着斗 看那脸上 不是刀伤就是枪伤 嘎里嘎嘎 跟个胡鬼似的 年岁不太大 都不超过三十 就听这老道 姓他们俩 活杀东西 怎么当年就把人给看丢了 师父 这不怪我们呢 这我们刚到后 就发现那些女人 叫背后蒙着 在地下趴着 还有仨下的背后气去 抓着那女的也不知道就谁背走了 我们也没闲着 我们也没闲着 今早晚早 也没找着 要这么说 八九五离十 大概是民营的人 谁知道呢 不是为朱元璋来的 去方一听 有门 三眼头 更不一听 怎么办 你们看看那朱元璋丢没丢 是 两个人去不多时 回来 师父 这还真不错 他在屋里锁着 没丢 去 把他给我带来 多加紧去 徐芳一听 这心就跳上 真是皇上落在这 有心回去 给长帽松心 又想不能 没看出个水落石出了 在我走这阶段 出了变化了 徐芳还不敢走 并起宁神 小眼跟邓刘元看着 就听外的脚步声音 把一个人夹进来 脑子上套着黑布套 等把黑布套截下 拿过椅子来让他坐这 左右有两个人夹着 借灯光一看 正是红万岁 朱元璋 但是这朱元璋啊 好像喝醉了 没睡醒似 眼睛闭着 鼻子还打着呼声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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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芳明白 大概他种了蒙哈药 就见那俩脱胖子 在腰里头把解药取出来 有个小瓶 打开 一种药面 喷到朱元璋的鼻子眼里头 时间不大 朱元璋这才明白过来 打了个喷嚏 行行 睁着眼睛 望左右看看 啊 这是什么地方 朱元璋 瞧这个脑子疼 这脑子里头好像刀弯子一样 心口还有点恶心 就在这时候 就见老道把桌子一拍 灵魄 哈哈哈哈 万岁 受惊了 可认识频道 朱元璋就赢了 习近话 这怎么回事 尽量的回忆 这当回忆起来 他就记得 长帽花帽 丁氏鹰 猪母鹰 徐方 还有二十几名亲兵 去追赶一个什么野兽 自己一高兴 再后的也追 但是马 没有他们快 追着追着 就找不着了 就找不着了 朱元璋一合计 我还回到原来的地方 就等着得了 还要回到双阳路口 正等着呢 从对面来帮人 他认为是长帽 他们来的 赶紧提马向前 这叫打招呼 结果走近了一看 不是长帽他们 为首的 有一对瘦胖 咋得跟火鬼相似 每人手中拎着把刀 后的还有些小子 用黑手的蒙着脸 一看就是肥了 朱元璋有满身的武艺 也不见得就那么害怕 就见这一对小子 上一眼下一眼 看看朱元璋 穿张打扮 一种不同 冷不定认出来了 哎哟 这是皇帝陛下 哈哈 踏破铁鞋 无密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皇帝陛下 我们这给您撕离了 朱元璋就问 你们二位是谁 这俩人还真是胆大 报了名了 上推手这个说 我外号人称花面虎 我叫周顺 下推手这小子就说 我叫青面虎 周能 我们是亲哥俩 实不相反 放过老师所拆 出来踩个溜子 做点奶奶 哎呀没想碰上这么大奶奶 我说陛下 走吧 跟我们溜子一趟 让我们那住两天 走吧 朱元璋一听着要绑架 一伸手 咯 把五沟 身份亮音枪摘起来 那朱元璋也不歪 哎呀 再马上啪啪啪还练上枪 把眼一瞪 瞪 你们说的什么话 朕岂能跟你们走 要明白实物的 赶紧闪开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容等我的亲兵回来 你们要再不走 要抓住问罪 哎呀 我到底是当皇上的 一张嘴就是观词儿 我说你拿谁啊 你问什么罪 爷爷就不怕犯法 怕犯法就不吃这碗饭 怕就不干这个 你把你那话收起来 你去抓他 众人望上几处 朱元璋脚就不含糊 不行哦 一个多年不打仗 养尊处优 力领头也没了 二一则也上了年纪 这帮贼还真有两下 三下五穿 把朱元璋抓住脚脖子 再马上拽起来 朱元璋打算喊 他们怕出事 拿出泥药的 就给朱元璋喷脸上 感情这蒙寒药分多种多样 有的可以下在韭菜里头 有的直接可以喷 是粉面形的 朱元璋就叫他脑子嗡的一声 以后的事不清楚了 这朱能和朱顺 绑架了朱元璋之后 不敢走阳关大道 他们在山洞里头 迷了一天一夜 全找到不好的道 赶奔荒阳关 这俩小子是这么打算的 现在我老师 我老师一定是高兴 你说这买卖做的比哪个买卖都大 可怎么办呢 要不叫朱元璋给出个字句 要多少钱呢 叫民营来赎人 他们要不来赎人的话 就把朱元璋给杀了 这样我们能发起横财啊 远走高飞 我们就发家致富了 要不就把他送给原营 前去秦宫寿场 原娘一高兴 还许家封我们师徒 三个人高官得作 骏马得起 哎 总而言之 怎么说怎么有理 要这样把朱元璋 架进庙里来 长得最凶啊 这个老道 是个什么人 这家姓石 名叫石碧辉 外号人称 黄阳道长 想当年这个石碧辉 还在陈有亮手下 当过副将 也跑过大瑶王 刘福通 叫爷们这个小子 没事吃酒捅毛蛋 老饭军机 不是打人就是骂人 走在哪块也没人得意他 后来十八路返王 干脆就下了通点了 谁也不准收留他 弄得这小子 这碗饭砸了 石碧辉一看 你们不是不要我吗 我还独立为王呢 这小子流落江湖 变成土匪 有一年他得了病 正好走到郭奎山 黄阳关 原来这庙里有个老老道 也叫黄阳道人 这老老道挺善良 就把石碧辉救到庙里 用山草药调制 后来把它养好了 但是石碧辉的响 真是一条毒蛇呀 好了以后他一溜的 一看这黄阳关地点 太理想了 五层大铁 这要做个贼谣 我就有了安身之地了 还要看着这个恩公 黄阳老道骇一喊 在一天的晚上 他们黄阳老道找来了 说你把我救了 我感恩不尽 我打算用用你这地方 你说要留着你吧 学满你只貌不乐意 那么大岁数 你活什么劲呢 你早早升天德了 出一刀 把这老道给杀了 从这以后 石碧辉摇身一变 也当了出家的道人 冒名禀器 也叫黄阳道长 把这会儿就霸占了 原来有几个小老道 架不住他的威胁和利诱 也就顺从他 你想想 那个年头兵荒马乱 高枪四起 狼颜公文 今天这股义军来了 明天那股军队来了 谁有功夫调查这案子 您不举 官不经 那老道家又没人 也没人敢到官府去告话 就是告了也没人管 所以他是逍遥于法 就把活面灌着佛门境地 变成一个贼窝子 日久天长的又收俩徒弟 就这对磋胖子 一个花面虎 一个青面虎 这师徒三人是仍被威艰 干了不少的坏事 蒋男大女什么坏事干事 叫朱能和朱顺 下去采盘子做买卖 把朱元璋也绑架来 这朱能足顺起出旺外 走到郭奎山的山下 迎面来辆车 一看里头有个美貌的女人 干脆来个顺手牵阳 把这买卖给做了 把故事想到庙里 打算弄一个压寨的夫人 没想到这件事被徐方等人发现 这才跟踪而至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 咱们苏不重续 单说老道实必辉 并且要把朱元璋给解过来 当时他跟朱元璋讲 你现在刻破宗旨 撕坏龙袍 你呀 给你们营里的徐达 刘伯文 写封学书 我多了不要 就要一千万两银子 把银子给我送来 把人给放了 你回去还当你的皇上 这一千万两银子 少那么一千 我就把你耳朵给你拉起来 要不把你鼻子给你炫起来 再要送回来 就掏心挖你的武萨 这绑片这玩意多狠 把朱元璋气了 心说话 一两银子我也不给 恶道 你身披出家人的衣服 口念法号 做的就是坏事 公 其能答应你的要求 你等着天兵一到 你们是一个也难逃 哎呀 我两口 朱元璋 死在眼前你还说大话 要不给银子也行 就把你送的原人呢 我们勤功受赏 徐方一听 看这一子皇上 一半是死不了 为什么呢 他们在朱元璋的身上 有所贪求 不达到目的 他不能杀他 徐方一想趁此机会 我就送信 把长帽他们引来 就是一吵一大战 把皇上救回去 想到这就起身刚要走 在他身后站着一个人 刚才咱们说了 那人曾经拍了徐方一巴掌 打得好成的 还是那位 你说这人也损点 一伸手抓住徐方的拨领子 像龙小孩儿 像 龙那个大圈 混着窗户 人物里 徐方那敢骂 心说谁这么缺德 带暴眼 他也没看见是谁 哗这窗户一开 徐方摔到屋去 把穷贼吓得一乱 无量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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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说话 这怎么回事 这位怎么进来 咱们再说徐方 小伙子有能耐 要没有啊 这样就摔死了 但是扔他那位 心里也有数 总之都摔不着他 徐方使了个就地十八滚 燕云十八翻 呱呱呱呱 紧跟着使了个鲤鱼 打银 喷 站到屋里喷 当然是脸也变色 心蹬蹬蹬蹬直跳 心里说话 等多等我找着这个人 我非跟你算账不可 但是眼前 咱得说眼前的事 徐方一伸手 踩个弯 拽出那对冰铁鸳鸯吧 用棒一只老道 石碧辉和屋里的小贼 拜拜 杀不尽的毛贼草扣 胆大遭天 天高胆 光天化日 千昆朗朗 竟敢抢我们的皇帝陛下 真是死有余辜 万岁休要丹青 臣在此 祖元长一看 可来的亲人了 自然是高兴的 爱情 坏些 净 皇上你放心 这就救命 哦 这穷贼才明白 闹了半天 是民营来人了 但是来多少 他心里头没数 老道气急败坏 一身手 咔 拐出 方门宝剑 分身 赶奔徐方 徐方一合身 跳到院去 严手换老道 哎呀呀 这地方宽敞 这个地方得失战 你们都出来送死吧 周能这小子 叫这窩含糊 一晃掌中的窩刀 直奔徐方 这俩人的个头都差不多 打起仗来 武艺也是起步相当 徐方一想啊 现在时间保卫 他徐方一放 哎 在兜里把扫乌镖蹬出来 你勾手 还演出一场大货 好 快 感谢观看